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国民党立委卢秀燕领先提出反空污公投案,是议会民进党团金批评,是检电不检煤乌龙公投,不仅无法解决空污问题,反汇造成台中市近期城,约8000家中小企业面临缺电危机,卢物为选举之私,伤害中小企业,应尽速撤案。 卢秀燕等国民党立委领先提出号称反空污的公投案,民进党团忧心甲空污,真检电,金召开记者会时,与会议员手持呼吁国民党撤销乌龙公投,避免制造中小企业缺电危机,检电不检煤,乌龙公投等海报,要求国民党撤回反空污公投案。 党团议员李天生、邱素贞、曾朝荣和敏成,将赵国等人指出,国民党反空污公投。 依据估算,若公投通过第一年,台湾就将出现19.5亿度电力缺口,以家庭每月用电平均300度计算,将影响约54.2万户。 以中小型工厂,商家平均用电5500度估算,则会影响2.8万户,一台电公布的资料。 去年12月底,台中市申请800千瓦以下的工业用电约有1904户,全年用电量27.03亿度。 若依照卢秀燕减电工投的诉求,一年仅19.5亿度电量,换算将影响台中市7成,近8000家中小企业用电,伤害在地产业发展甚至议员们并批评,这项工投只会造成台电增加使用成本较低的燃煤发电,减少燃气发电,反而造成污染更加严重。 卢秀燕长期担任公职,竟然不明了状况,是失去判断力,或是选情告急。 呼吁国民党悬崖乐马,尽速撤回,也判卢秀燕误为自己选举之私,伤害小企业的发展。